这些明星在得奖后的喜记而泣 其实都是他们自导自演的一出戏 你敢相信吗 按照吴宗献的说法 很多明星其实早在公布得奖名单之前 就已经知晓了谁会得奖 因此明星在得奖后的一些夸张的行为 其实都是自导自演的一出戏 其实早在2005年的第七届音乐盛典上 歌手黄征就对此表示过抗议 称主办方曾提前告诉他他会获奖 但到了现场后却是空欢喜一场 之后主办方为了平息此事件 不得不召开记者会 并爆出了更大的猛料 原来很多明星都会私下问主办方 自己会不会得奖 以避免到了现场拿不到奖的尴尬 而主办方为了保证当天出席明星的阵容 所以才不得不提前泄露得奖名单 虽然主办方和明星之间各有说辞 但提前泄露获奖名单 却会极大的影响颁奖典礼的庄严感和公信力 看来想要做到得奖后一瞬间的真实感 还需要整个娱乐圈的共同努力